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5日星期二 亚洲时间是5月26日星期三 白宫在25日的简短声明中表示 拜登与普京6月16日将在日内瓦会面 双方将讨论所有紧迫问题 世界卫生大会25日讨论疫情防范项目的时候 欧盟要求世卫组织继续研究疫情起源的所有假设 并定期向会员国说明 意义记者普罗塔·塞维奇在白俄罗斯电视台认罪后 他的父亲德米崔25日表示 从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出儿子是被人所伤 像是在念稿 中共官媒表示26日到30日将爆发新一轮的降雨 长江流域现在已经全面进入汛期 中下流 支流水位已经上涨 其中江西省已经有78.5万人受灾 另外安徽浙江两省的乾塘江近日也是出现了第一道洪水 现在已经是初夏时节 但是吉林多地25日却降下大雪 另外四川若尔盖县也是漫天飞雪 这种异常天气引起网民的热议 有网民认为这是大凶之兆 也有网民认为必有冤屈 截至到美农时间5月25日下午2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44万6346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亿6797万9680人 死亡总数348万6961人 节目的开始 先做一个小广告 我们这个优乐客会员网站现在已经全新推出了 在重新设计之后 这个新网站内容是更加丰富 更加多元 比如像我们的《真实中国》这个真话活动的作品 所有符合我们要求的画作 我们在节目中展示之后 都会上传到优乐客网站 另外还有就是《为台湾加油》这个活动 我们也会精选之后上传到优乐客 此外还有我们每天的会员节目等等 总之就是新网站 欢迎大家加入 还有就是有网友询问我们说 进入优乐客网站之后发现不是新闻看点单独的会员了 问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情况是这样 因为我们搬到新家 推出了一项活动 其实是一种友情回馈吧 不论您是新加入的会员朋友 还是原来的老会员朋友 进入到优乐客网站 您得到的都是我们的特别奉送 我们给大家开通的都是通票 您可以在这同时看到 唐浩的 大宇的 还有沐阳的 我们三个人的会员节目 可以说这是一个超值奉送了 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到新家去做客 那好 现在进入我们的正式话题 昨天辽宁府新政府大楼门口发生了大爆炸 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受伤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2点20分左右 从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到 有一名男子是推着两辆电动车 走向从府新政府大院驶出来的那个黑色轿车 几秒钟的事件就发生了剧烈爆炸 现场的浓烟形成了6米左右的一个蘑菇云 不过官方在此后的通报当中 却有一些诡异 把事发地点给说成是 府新市中华路东段靠近人民广场东侧 而且还声称 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两轮机动车发生爆炸 造成驾驶人员当场死亡等等 当局这个通报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 曾经在辽宁当警察的桂先生认为 从监控的视频来看 这是一宗爆炸案 桂先生对自由亚洲说 应该是一起故意而为之的行为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好像是故意扔的手榴弹 报复社会的可能性大 他说我知道那种炸药用于开山修路 熟悉爆炸物的大陆作家吕先生 也是这么认为 短片中显示的就是炸药爆炸 吕先生说电动车爆炸哪有这么大的威力 汽车都炸坏了 人炸死了一个伤五个 电动车爆炸威力很小的 也不可能炸死人 他说这明显就是炸药 自杀式炸弹 有知情网友披露说 那名男子是身上绑着炸药 在复兴市政府门口推着车 转等着那辆车出门 到了摩托车的跟前 才引爆自制炸弹 然后这是进行自杀式的攻击 有不少网民也持相同的观点 因为这个爆炸者可能是寻仇 或者是上放无门 然后锁定市政府的某一位官员 打算是同归于尽 辽宁的访民李女士 她认为肯定是冤民 想不通就用极端的方式 人在绝望的时候才会出此下策 李女士指出 在政府正门口发生爆炸 是因为冤假错案 都是政府制造出来的 他们这些官员独职行政不作为 造成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这又是一桩中共的罪恶 同过这件事 那些一直紧追中共 作恶多端的官员们 估计会怕得要死了 老子说过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现在中共统治下 很多中国的老百姓 真的是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中共已经把人给逼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 所以这些人才舍下自己的性命 也要把那些一直作恶的中共官员 给送进地狱 但是我还是希望中国的百姓 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那些作恶的中共官员 其实不值得我们这样一命抵一命 他们不值得 因为他们在不远的将来 一定会有报应的 他们作了恶不可能不偿还 这是不变的天理 所以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 昨天美国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 他在家中收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 包裹上有一张死亡威胁的图片 里面是装满了不明的白色粉末 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会警察 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 福克斯新闻看到的照片显示 中间是受重伤的保罗 脖子在打着牵引 右臂打着石膏 左手拄着拐杖 在保罗的头部的右侧 有一杆枪在对着他的头部 照片的下方写了一行字 我将完成你邻居未尽的事 你这个混蛋 这句话其实是有所指的 因为在2017年 保罗在院子里修整草坪的时候 突然遭到他的邻居 瑞内报撤的袭击 被打断了五个肋骨 后来报撤在法庭上承认了罪行 照片上的这句话显然 是在威胁保罗 他将遭到的袭击 远远不只是打断五个肋骨的问题 可能是要取他的命 保罗在声明中表示 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威胁 我一再成为暴力威胁的目标 推特允许三流名人鼓吹对我和我的家人使用暴力 这应该受到谴责 保罗的说法呢 说的是美国的歌手马克思 马克思在上个周日的推文中说 我再说一遍 如果我遇到兰德保罗的邻居 我会拥抱他 请他喝多少酒都可以 目前警方正在化验这个白色粉末是不是有害 并且追查寄送包裹的人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对保罗进行死亡威胁的动机是什么 不过对联邦参议员进行死亡威胁 这件事显然不会那么简单 美国保守派网站国家档案表示 保罗最近宣布了 他不会接种有争议的中共病毒疫苗 因为已经感染过了中共病毒了 有天然抗体 另外保罗在前不久 他还曾经揭露一件事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博士 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一定的关系 保罗暗示 福西曾资助武汉病毒所 研究蝙蝠的冠状病毒 这可能意味着福西对整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 负有责任 福西是不是要承担责任 将来应该会有说法 但是这场大瘟疫爆发了一年半 病毒来源仍然没有查清 这是一个期待解决的问题 今天美国卫生部长贝克拉 在世卫大会上呼吁 国际专家应该对病毒起源开展第二阶段的独立调查 并且对疫情初期情况进行评估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 白宫的新闻秘书普萨基 他也表达了进行更透明 更独立的第二阶段调查的观点 他表示美国一再呼吁世卫组织 支持专家对疫情源头进行调查 避免调查受到干扰或者政治化 普萨基是在回应记者的提问 说到这个问题的 当时那有记者 问到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披露的消息 美国一份情报显示 武汉病毒所有三名研究人员 在2019年11月就寻求医院治疗 比中共通报的第一份中共病毒的患者 是早了一个月 文章表示武毒所一名实习生 曾经在一次事故当中感染了病毒 现在不知道这个人的下落 有消息说这名研究生已经死亡了 虽然研究所曾经出面 表示此人已经离职了 现在身体很好 但是目前为止 这名研究生从来没有公开露过面 对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 美国国安委发言人表示 所有技术上可信的 关于大流行病起源的理论 都应由世卫组织和国际专家进行调查 发言人说 我们不会发表任何声明 以预先判定世卫组织正在进行 对新冠病毒来源的研究 他说从政策上讲 就情报问题 我们从来不予置评 这位发言人的意思是 情报部门只负责提供情报 证据给你了 具体怎么定论 那是专家的事 当然了 我们这里说的专家 得是那种没有相关利益的专家 否则的话 不会有公正的结论 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昨天进行了否认 声称武汉病毒所在2019年12月30号之前 没有接触过新冠病毒 说截止到目前武汉病毒所一直保持着零感染 对于美国的情报部门 比如什么我们知道的大名鼎鼎的FBI CIA等等 很少有人不知道 他们想搞个情报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我不用过多的评论 大家也应该意识到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不是可靠 《华盛顿邮报》今天有一篇长文 以时间轴的方式分析实验室泄漏 怎么会变得突然可信了 其中有早期人们的分析猜测 也有科学家们的回应 以及情报界的活动 武汉当局早在2019年12月30号 向全市医疗机构发出了一份紧急通知 说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 但是2020年的1月26号 中国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 说根据对首批41名患者的研究发现 其中13人在华南海鲜市场没有任何关联 然后2月6号 华南理工大学分子生物力学的研究员 肖波涛发表了一份论文指出 冠状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的实验室 文中指出了先前的安全事故 和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 但是中共当局坚称没有发生意外 所以几周之后 肖波涛撤回了这篇论文 3月11号科学美国人杂志 介绍了武汉病毒所首席研究员石正丽 以及她的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团队 石正丽在接受采访当中说 我从未想到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武汉 她表示如果冠状病毒是罪魁祸首 它们可能是来自我们的实验室吗 她自称检查了过去几年自己实验室的记录 没有发现与蝙蝠洞中取样病毒的匹配序列 然后她说马上减轻了负担 为此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 赵立坚说武汉病毒所从来没有接触过冠状病毒 你看她是没做好功课 现在是信口胡说信口开河 这也怪石正丽 当初光是想着推卸责任 怎么就没想到给后边留一个退身簿呢 到了3月27号 美国情报局更新了病毒起源的评估 把可能是不安全的实验室操作给列了进去 然后到了7月31号 石正丽再次对科学杂志承认 一些冠状病毒研究是在生物安全二级进行的 这是她第二次承认 武汉病毒所在进行冠状病毒的研究 今年2月11号 一向为中共站台的世卫组织谭德塞表示 不排除中共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 本月14号 18位科学家联名在科学杂志发文 再次表示有必要进行新的调查 因为实验室意外泄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对于病毒起源 尽管中共一再否认实验室泄露 但是现在接受这种观点的人 似乎正在占据上风 如果北京想彻底打消人们这种判断 我觉得可能性只有是让国际专家去独立调查 但是中共有这份自信吗 曾经在医学领域深耕多年的中国问题专家 恒和先生表示 美国的最新情报虽然不是铁证 但至少为实验室泄露病毒的说法 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 起初有人说这是阴谋论 但美国情报界的资讯 使这种舆论风向已经出现了变化 也为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提供了支持 其实病毒大流行 能够在全球肆虐 跟谭德塞领导的世界卫生组织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现在世界各国要求召开特别大会 专门审议防范疫情大流行的全球条约 在今天的世卫大会上 美国 欧盟等60个国家联合提案 要求在今年的11月召开世卫大会特别会议 审议制定防范和应对疫情大流行公约 协定和其他国际文书 提案中指出 准备在11月29日到12月1日 在世卫总部举行实体特别会议 如果仍然无法面对面开会 则举行视频会议 旅行这是防堵病毒的一个有效措施 其实60国的说法 我觉得多少还是给谭德塞留了一点情面 实际上 60国要求纠错 就是在暗指谭德塞 跟中共穿一条连当裤 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 而在昨天第一天的世卫大会上 一开始就宣读了一份决议草案 世卫组织承认处理中共病毒疫情时 是犯了错的 承诺将进行改变 草案中表示 世卫组织目前在全球对健康极难状况的 预防准备检测和应对等处理上 有着严重缺陷 为此 世卫将设立一个六人工作小组 以加强这方面的能力 中共病毒大流行一年半了 至今已经造成了全球192个国家病毒肆虐 1亿6千多万人感染 近350万人因病死亡 世卫组织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应对机制有严重缺陷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就算国际社会不追究责任 那些死去的人 他们不会讨债吗 其实在我看来 世卫的这个决定 很可能是谭德塞有了危机感 才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姿态 因为世卫组织已经启动了换届选举程序 谭德塞可能有意争取连任 但是以谭德塞的这个表现 除了中共可能会支持 这个代理人之外 其他那些国家支持他的屈指可数 而一旦谭德塞落选 那么谭德塞可就真的选了 他跟中共相互勾结掩盖疫情 导致全球大流行这种罪恶 可能那个时候就会被曝光出来了 因为新任的这个世卫总干事 他不太可能为他干的那些坏事去背锅 这种国也背不起 谭德塞对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清楚的 所以为了晚一点被清算 谭德塞就要尽量的去收买一些人心 想用弥补过错这样的方式为自己拉选票 但是这样做就能挽回局面吗 我们等等看 看看世界各国会不会原谅他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的疫情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在今天宣布新增281例本土病例 还有两例是境外移入个案 从整体的趋势来看 陈时中认为疫情没有急剧恶化 所以目前没有升级的打算 不过他仍然宣布第三级警戒将延长到6月14号 他表示为了防疫请大家一定要忍耐 如果疫情继续扩大压力就会大 我们知道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眼中 一直是防疫模范生 那现在突然疫情升温了 很多人没有料到 也因此惊醒了国际社会 人们都在关注台湾的疫情情况 甚至就连一项极其封闭的朝鲜 也对台湾的疫情进行了评论 朝鲜官媒劳动新闻在今天发了一篇专文 威胁全球的变种新冠病毒快速传播 文中表示 目前全球受到变种病毒肆虐 包括南非变种和巴西变种等等 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肆虐 印度变种病毒也正在大举侵袭亚洲 引起了世卫组织的极度关注 文章接着提到了台湾的疫情状况 表示台湾原本是有一套严格的防疫与封锁措施 也打造了一个非常安心的防疫环境 而且维持得很不错 只是因为放宽了检疫程序 让机师的检疫期从14天降到了3天 导致出现防疫破口 一周之内就暴增了1200名确诊患者 大家知道劳动新闻 这是朝鲜劳动党的机关报 代表着朝鲜政权的声音 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的意思基本上说的就是金正恩要说的话 那我们由此就可以看出 金正恩也是在关注着台湾的疫情情况 而且台湾早期的防疫金正恩认为是成功的 只是后来可能是放松了警惕性 说到这儿呢 我倒想起前两天有一位朋友给我来信 那位朋友表示台湾疫情升温 恰好是出现在两名投渡者入境台湾之后 这个网友怀疑可能是中共在借机放毒 这是网友的猜测 不是我在凭空一想 我只是把网友的这个想法转述给大家 是不是这样 我们没办法下结论 但是呢 我们可以为台湾送上祝福 我们举办的为台湾加油这个活动呢 就是向大家征集正面的力量 向抗疫一线的人们表达感谢 同时也是在打击中共 大家可以写一段100字以内的旧体诗或者是新体诗 发到newsinside20atgmail.com这个邮箱 我们会挑选出10篇 有我呢朗诵给大家听 同时啊我们也会把精选的作品放到优乐客网站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我们每天都会及时更新 这个活动呢将会截止到6月30号 请大家不要错过 不过说真的呀 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共之外 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值得我们去祝福的 只不过呢 需要一些人要摘下这个有色眼镜 到处被中共灌输的那些毒素 才可能看到人性中的山 昨天印度有一位叫里特帕尔纳查特吉的女子 她在推文中讲到了一件事 4月28号呢 这位女子的母亲血氧值啊 忽然降到了80% 而且还在持续下降 当时家里面只剩下一瓶氧气瓶了 急需去医院急救 可是她本人和她的母亲 已经被确诊了12天了 不少出租车司机不愿意送 也怕感染嘛 就在他们交集的时候 一位Uber司机答应送他们去医院 司机呢 乌迪特阿加瓦尔表示 说我已经接种了疫苗了 愿意送你们去医院 司机把这对母女送到医院之后 马上就关闭了车的那个跳表 然后随着就是帮着把母亲给送到医院里边 安置坐下拿水给她喝 并且还帮忙办理住院手续 在帮忙安顿好这位母亲之后 她又把这位女子给送回了家 前前后后 四个小时 没有收取费用 经过了26天的治疗 母亲终于能够从医院回家了 这位女子又打电话给乌迪特阿加瓦尔 她马上就在电话中说 我会过去接你们的 看到她的这个推文 有网友被感动得流泪了 网友说 看完我都流泪了 这位司机就像是你的小天使一样 真是一位善心人士 再给大家讲另外一个 关于人性中的善的故事 不过这件事跟疫情的关系不是很大 在今年三月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菲甲女士 她在便利店花了30美元 买了一张彩票 她当时以为没中奖 然后就把这个彩票交给店家去处理了 十天之后 店长的儿子在检查的时候发现 这个彩票的号码没有刮干净 于是就把剩下的那个号码也给刮干净了 刮完了之后发现 这个号码中了一百万美金 说到这我想请问大家一下 如果您突然面对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您会怎么处理呢 这可是一百万美金 有了这笔钱 后半辈子基本上不用发愁了 我想应该会有朋友采取店老板一样的做法 因为不易之财不可得 便利店的老板想到 飞家是常客彩票可能就是他丢的 经过一番深思 店主一家人把这个中奖彩票还给了飞家 这可是天大的惊喜 飞家完全不敢置信 当场就哭了出来 跟店家是拥抱在了一起 接下来还是为大家展示真实中国画作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幅画的作者 是一位程序员叫萨拉 画作看上去似乎比较简单 类似于中共的五星旗 但是中共五星旗上那颗最大的星 被换成了希特勒的纳粹标志 萨拉介绍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 为了达到数学上的那种精准程度 他使用了三角函数和代码等等 这幅画所表达的意思应该不难理解 萨拉可能是要告诉人们 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纳粹党 其实中共和纳粹相比 在我看来 中共的邪恶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明显的一点 德国纳粹杀害的几百万人 都是别的国家的人 而中共在短短的几十年中 已经杀害了至少八千万人 而且这个人数还在增加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共杀害的都是中国人 中共在残害中国百姓的时候 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所有的邪恶手段 并且活摘人体器官进行贩卖牟利等等 所以说中共的这个邪恶 超出任何正常人的思维底线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做不到 萨拉在邮件中 向我和我的同事们表达感谢 说我们的工作 为14亿受共产主义压迫的受害者 带来了启迪 其实我觉得 应该谢谢萨拉和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 是因为大家不断给我们鼓励 勇敢的参与我们这样的活动 才是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增加 我们彼此都是需要相互支持的 我们共同来解体中共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恶魔 第二幅作品呢 是来自一位叫华夏儿女陈先生的作品 陈先生创作的这幅画 名字叫强国街景 强是高强的强 这幅画是由多个画面组成的 每一个画面都在讲述着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我们从左往右看 第一个画面呢 是一位老人在摆地摊卖菜 有一位婆婆在买菜 这个时候走过了一个大富翩翩的城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家应该都能想得到 但是旁边那个墙上却写着 劳动最光荣自己来养老 这是一个完全反讽的画面 刺穿了中共的谎言 第二个画面呢 是一个身背着娃娃 送外卖的年轻小伙子 正在骑车要送外卖 这时候被一个瞪着眼睛的警察 扭住了胳膊 另一个警察是左手抓着车把 另外一只手指着小伙子在说着什么 年轻人为了挣钱糊口 不辞辛苦背着孩子送外卖 但是中共却不给他生路 这个画面反映的就是 中共当局在大肆收缴摩托车的现实 接下来呢 是有记者在录像 这是第三幅画面 在被采访者的这个左手呢 举着一面小中共五星旗 右手似乎还在打着讲旨 面带微笑的 在说着什么 不过呢 这名受访者说的是什么 其实都是写在了他前面不远的 那个提示板上 也就是说 他说的很可能都是言不由衷的话 而那个表情 毫不疑问也是装出来的 这个摄像记者的旁边 电线杆上有两块牌子 一个上面写着 新疆劳工每人200元 另一个写着 去香港兼职每天800工资日节 电线杆的上面 那个衡量是挤满了中共的各种监控器 中共在时时刻刻监视着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把人们圈在了一个大监狱里面 在受访者的旁边 那名手拿着麦克风的人 他的表情看上去有些严肃 甚至我觉得他有些紧张 原因是什么呢 他可能是担心 不知道受访者会说出什么不和谐的话 在受访者后面 就是那栋墙 上面写着繁华怨三个字 但是在这堵墙的另一面 高墙上却都写着拆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外面这堵墙被粉饰的很漂亮 而实质上却是金玉其外 败蓄其中 我们再继续看第五个画面 墙上写着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共建和谐社会 而这两行字的下面 有一位老人倒在了地上 拐杖扔在了一边 老人的前面是一名小伙子 手插着兜 对倒地的老人是视而不见 向前走着 老人后面有一名女子 显然是停下了脚步 用手指着倒在地上的老人 不过她也没有去帮扶老人 很显然 这是受到了南京彭宇案 以及相关事情的影响 人们不敢去搀扶老人 第六个画面 是一名上访的女子 被警察给打倒在地了 那名警察高举着警棍 仍然在继续殴打着那名女子 旁边有群众在围观 还有用手机拍摄 但是马上有警察 手持警棍走向拍摄者 瞪着眼睛 手指着拍摄者 邪恶做事 做这些坏事 他也是怕见光的嘛 最后一个画面 是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停下车来正在喝水 摩托车的后备箱上 有一面小旗子 可以清楚的看到 寻儿子 这个画面 是在反映中国大陆拐卖人口 贩卖人口的那种 现象非常严重 华夏儿旅陈先生在说明中写道 百岁老玉卖菜糊口 被占正能量 碰上城管 还是要遭殃 年轻小伙带娃送外卖 被称励志 碰上警察 电车还是要被收缴 老人倒地没人服 不敢服 人心冷漠 道德败坏 要是服了被讹 法官还要问你 不是你撞的 你为什么要服 强拆他不管 绑架他不管 杀人他不管 人民维权他却抓 黑白颠倒了 还要人民爱党爱国 满城近视监控 消失的孩子他找不着 学生坠楼他拿不住录像 但是要抓政治犯良心犯 他却一抓一个准 华夏儿女陈先生说 民主法治的标语到处贴 弘扬社会道德的话 天天讲 但人民要求民主的时候 他却打压 人民信仰真善人 要做好人的时候 他却要把人迫害致死 华夏儿女陈先生还指出 如此荒诞腐朽的社会 在中共的嘴里 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崛起的大国 负责任的大国 现实让你觉得这里形同地狱 而新闻里却告诉你这里胜似天堂 这是由魔鬼们统治着的修罗国度吧 感谢萨拉和这位华夏儿女陈先生 能够向我们呈现这么真实的中共 刻画的是相当的精准 涵盖的也是比较全面 通过这些画作 人们应该能体会到中共是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 就这么邪恶 再次谢谢两位 也谢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 我们真话活动开始之后 收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 我们高兴的看到 大家对中共的这个邪恶 都有着深深的认识 甚至这种深刻程度 远远超过牧羊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 看到这些优秀的作品 都能够明白真相 为此我们会把这些每一幅作品 在节目当中展示之后 都上传到优乐客网站 以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 能够继续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继续向我们投稿 投稿的邮箱是 xwkd2017atgmail.com 古往今来 子女的教育问题 这都是头等大事 无论是黎民百姓也好 还是皇家贵胄 那都是一样 但是现在这个教育 跟过去的教育 可有着很大的不同了 在今天的历史看点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康熙大帝 他对子孙的教育 欢迎大家到 优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帮我们点赞订阅 并且尽可能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接触到 因为真相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